好 所以没有买过的人就一定很好奇 这蛋卷真的这么难买吗 其实网派上有不少专职的代购业者 我们去直集到这个代购店家的仓库 货量可是多到让人傻眼 一路堆堆到都快跟天花板一样高了 而虽然网路代购价呢 是比起店家卖的会贵上至少五到七成 但是不少人认为呢 毕竟时间就是金钱 冲着免排队不用等 还是愿意多花点钱 蛋卷真的这么难买吗 直集网购业者的仓库 货堆到快到天花板 什么口味都有堆积如山 你排队买不到蛋卷 通通在这里 网购业者究竟是怎么买到的 中盘或大盘在收 然后我就去跟他买 所以那个中间那一栋排队的钱 我要给人家 原网购业者也是跟中盘商批货转卖 但想保持货源充足 除了要有特殊管道和盘商大量订购 还要同步请专人再加以排队 卖家还会使用多个手机门号电话订购 打破一个号码只能限量预定的游戏规则 大量囤货 上网找代购业者不仅等的时间差一半 价差也十分惊人 网络代购就涨到120块 等于贵了将近五成 抢手的弹卷原价135 网购代价可以喊到200块 也至少贵了七成 但消费者冲着免排队不用等 还是愿意掏钱 我现在要来买一下 这边买就要购任的 对啊 现在定不到 然后收购价的话 也成本也要100块了 网牌上北中南相关的弹卷 代购业者就超过300个 不管消费者想花时间排队省钱 或是多花钱找网牌代购 各有各的利弊优缺 没想到小小的弹卷跟苏打饼 背后竟然可以创造这么大的经济连锁 专属即将黄佩如告知报道